- 召喚黑鬍子的召喚黑鬍子 YO!哈囉大家好我是Tim 今天呢我們要回來KL這款遊戲 沒錯今天我們要教你的是 如何打黑鬍子 沒錯我發現這好的群組 有一些人在問著這樣的問題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打黑鬍子 為什麼看不到黑鬍子的召喚地點呢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就來快速的教大家 怎麼召喚黑鬍子以及要如何打他 那首先在影片開始以前呢 不要忘記幫我的頻道點下一個訂閱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以後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這樣你就可以與我還有的觀眾們一起聊天 連結的話我放在下方說明欄點擊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好首先呢如何打黑鬍子 首先我們要去星島 我們要去哪一個星島呢 我們要去的是這三千四百等的島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馬上過去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我們三千四百等的島 也就是我們這次更新的第一個星島 那我們不多說我們直接到這裡來 也就是跟著我的路徑走 這裡有個NPC 沒錯呢 這個NPC呢就是打黑鬍子的NPC啦 首先我們跟他講話 首先你要打黑鬍子以前呢 你要先確保一件事 你的等級已經到達三千四百七十五等 你的等級必須要到達三千四百七十五等後 你才可以跟這個NPC講話 也才可以召喚黑鬍子 那當你到達三千四百七十五等後 跟這個NPC講話 他就會出現上面這段字 他會說你需要一個全線 才可以召喚這個黑鬍子 那你該怎麼獲得這個全線呢 我們按一下這個 好剛剛那個文字跳的有點快 但你可以看到 你想要獲得這個 召喚黑鬍子全線的方法呢就是 打這個島上隨便一個NPC 隨便不管什麼NPC都可以 來我們現在馬上來示範一下 好這個沒有 順帶一條 他那個全線是機率掉落的 不是每次打都會有喔 有了有沒有看到上面這行字 上面這行 當你看到上面這行字呢 就代表你可以再回去這根NPC啦 我們現在立馬回來 之後當你有那個全線以後 他就會顯示上面這行字啦 之後呢我們只要按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只要按一下確認 以後 上面就會顯示這行字 並且你就會拿到一個黑鬍子的任務 那這時候就有人問呢 黑鬍子在哪裡呢 來我們按一下建文社 有沒有看到後面那個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黑鬍子啦 召喚成功後 黑鬍子就會被召喚在這邊 你的任務是自動拿 你的任務會自動拿 這個時候你就只需要打敗他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快速的來打敗黑鬍子吧 好的 我們快打敗他了 有了就像這樣 這樣子你就可以打 這就是你所有打黑鬍子的方式啊 就依照上面所說的那些步驟 就是首先你要到達3475等 然後跟這NPC講話 之後到這個島上隨便一個地方 打一個NPC 打死後 就有機率掉落打黑鬍子的權限 拿到那個權限以後 再回來這個NPC一次跟他講話 你就可以召喚黑鬍子啊 之後你就只要把他打敗就好 順帶一提那個權限只能召喚一次喔 你想要再打他一次 你就必須再跟他講話一次 並且再去打NPC拿到那個權限一次 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就是 單 而且NPC也沒有順難打 所以這個權限其實是非常好拿 黑鬍子也是非常好打的 至於打這個黑鬍子呢 你有5%的機會可以凋落黑鬍子披風 以及1%的機會可以獲得黑鬍子帽 至於我沒記錯的話 黑鬍子帽或者是黑鬍子披風 好像有其中一個東西是 你需要他你才可以獲得這次更新的暗暗覺醒 至於關於暗暗覺醒 還有我現在使用的閃閃覺醒的技能 我也會在下次影片中提到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打黑鬍子的所有方法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也別忘記幫我的頻道點下一個訂閱 那我是Tim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